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在收到移民签证interview notice之后 一直到面谈之前这一段时间需要申请人做的准备工作 首先在收到面谈通知之后会有一到两个月的准备时间 然后申请人呢要立刻登陆移民局指定的医院的网站 然后预约体检 因为由于是在疫情期间预约体检的名额会比较有限 所以一定要尽早预约 通常在体检之后7到10天之内收到邮寄的体检报告 体检报告是密封的切勿打开 然后其次呢是要在领事馆指定的移民签证服务中心的网站注册登记 注册成功以后会在最后一页生成一个信息的表格 confirmation的page 然后是上面是有barcode 然后把这一张只要打印出来面谈的时候也需要带上 其次呢下面就要讲一下所需要准备的材料 然后面试的时候这些材料都需要携带 首先是约件信 约件信就是美国的签证中心会通过email的形式发给申请人 也就是我们说的interview notice 然后这张纸是需要打印出来携带 然后是护照 护照每位申请人都需要携带一本就是current这个passport 这本passport至少是要有八个月以上的有效期 如果之前的护照这个护照上是有US visa的 也要把之前过期的护照也需要带上 下面就是需要准备每位申请人需要准备两张护照照片 护照照片是正方形的50毫米乘50毫米大约 然后白底的彩色照片 照相的时候要集中 而且就是不能戴眼镜的这种照片 而且是必须要在六个月以内的进照 下面一个就是DS260的确认页 DS260确认页通常是在登录DS260注册的网站之后 翻到最后一页 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个confirmation page 将这一页把它打印出来携带 下面就是刚才提到的网上登记确认页 这个确认页一般登录是用自己的邮箱注册 注册好以后登录进去 然后要点击的是移民签证那个选项 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填写自己的基本信息 就可以完成了 再下来就是出生公证 出生公证一般来说 中国大陆出生的客户 可以在当地的这个公证处去做公证 然后公证的时候需要强调的是 是一定要用于是美国用途的出生公证 因为跟其他国家会有一些区别 然后这个出生公证上面 是要有申请人的出生地点 出生日期 还要有父母的名字 即使是父亲母亲有去世的 也是一定要提到他的名字的 基本上这个出生公证就是这样的 然后下一点 我们是要说一下这个 无犯罪记录 无犯罪记录证明 然后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 通常的申请步骤 就是你去当地的警察局 然后要一份自己的这个无犯罪记录的证明 然后再去中国当地的公证处 做这个中国警方的这个证明的翻译和公证 然后通常情况下是14岁以上的申请者 必须要提供了一个证明 然后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如果这位申请者曾经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 曾经居住6个月以上也是需要提供警方证明的 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这位中国大陆的是出生的申请人去了澳大利亚 然后在澳大利亚待了一年 然后又去了美国 那么这种情况下在澳大利亚这一年 是要提供就是警方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但是在美国因为是由于是申请的是美国的签证 是不需要提供美国方面的警方证明的 下面一个就是要提供一个法律及监狱的记录 这个就是如果是在全球范围内 不仅仅是在中国 就是全球范围内 如果你要是有过法院呀监狱的记录 都是需要提供的 如果是中文的或者其他语言 非英文的都是需要提供翻译 下一项我们说一下这个经济担保的问题 经济担保是对于这个亲属移民和职业移民的要求 是不同的 对于亲属移民来说要求会比较严格一些 就是作为sponsor要提供他 比如说税表呀 然后还有像W2呀 还有是近三个月的pay stop之类的 然后对于职业移民来说 要求就会比较宽松一些 只要提供一些比如说employment letter 然后还有像比如说提供一下银行的存款证明就可以了 然后下一项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还要携带的是结婚离婚的或者是死亡的公证书 然后就是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登记结婚的申请人 也是要提供就是类似于像可以 我们建议可以跟出生公证一起做 然后提供一份当地公证书去出具的这种结婚公证 如果要是曾经有过离婚的话 也可以一起做一下这个离婚公证 如果配偶死亡的话 那么要提供这个配偶死亡的证明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 在这个要求中还提到了一个 与美国申请人的关系证明 这里主要是指的是亲属移民 不是用于这种职业移民的 就是亲属移民的话 那比如说夫妻丈夫给妻子申请 那么丈夫就需要提供 比如说要提供除了结婚证以外 要提供聊天记录呀合照呀 两个人比如说有这种共同的账户呀 这些都是可以作为政府提供的 然后就是我们所说的体检报告 然后体检报告在这里就需要强调的就是 拿到体检报告以后 一定要就是原封不动的交给面试官 千万不要打开 下一项就是简历 以前的时候其实作为简历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现在移民局和这个广州领事馆 对于简历的要求非常的严格 然后大约简历是需要提供这些材料 首先呢就是这个简历需要提供基本的信息 性名性别还有联系的电话 还有过去五年内所使用的电话呀 电子邮箱以及就是55年内出国的记录 还需要提到就是自己有没有兄弟姐妹 子女以及现配偶 还有就是原来之前如果有离婚记录的话 也是要列出来之前的配偶的名字 然后还有要列出来旧护照呀 签发国呀 还有过去五年内使用的一些 比如说微信号码 QQ这些媒体的号码都是要提供的 然后还有过去的经历 还有工作就是过去的经历 比如说是工作的时间 在什么时间内在哪个公司 然后job title这些都是需要详细的列出 还有自己的教育经历也是要列出来 下一项就是比如说 这个申请人是一个职业移民的申请人 曾经有过发表文章 然后书刊这些都是需要列出来的 然后最后一项就是需要写出自己的工作计划 或者是生活计划以及研究计划 将来就是将来到美国的这些计划 要写出一个详细的 而这个简历来说是需要中英文对照 都是就是写一句中文 写一句英文 都是需要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来写出来 这个就是需要重视的 因为以前的时候简历很简单 现在就是对简历的要求非常严格 申请人一定要重视 下一项呢 就是后面的这个 如果您有服役记录 有签证延期的许可的这些证明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党员问题 然后这些都是要提供相关的证明 然后要提或者是一个个人的声明 然后也是需要中英文对照的 然后尤其是这个党员的问题 是你现在比较重视的一个 面试官会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 会非常详细的问到 所以就是如果要是有问题的 或者需要更详细的信息的 可以联系我们的律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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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